陈情令上映后,肖战迅速击身娱乐圈男神行列 在此之前,肖战只是娱乐圈的边缘人物 他独自一人赶飞机,身边的粉丝寥寥无几 帅气的脸没有代表做得衬托 始终无法在内鱼脱颖而出 肖战凭借为无限这个角色 在内鱼留下能莫重彩的一笔,无数人为之倾倒 随着名气的急速攀升,肖战进入娱乐圈之前 复为普通人的照片在网络上流传 人们对肖战是否进行了整容手术,一问纷纷 肖战的大学同学却说,肖战念大学时因为帅气 文明浅像,闯荡娱乐圈之前 肖战只是一个长相帅气,举止儒雅的大学生 网络上流传的肖战素人照 大都是肖战在大学期间拍摄的照片 照片里的肖战,志气未脱 他面不圆润,还有一些婴儿肥 显得整个人青春可爱 在一张素人照片中 肖战一脸皮症,搭拉着眼皮刻瓜子 只是一个普通的大男孩 和日后的男生形象相差甚远 再看作用千万粉丝的男明星肖战 那一张脸仿佛被上帝吻过 不仅棱角分明,而且五官精致 浑然天成,让人找不出一丝一好的瑕疵 在肖战收获千万粉丝的同时 看热闹不显示大的部分网友 从各个渠道收集到肖战作为普通人时期的照片 细血肖战在沉迷路上通过整容手杠改头画面 肖战的粉丝为了证明他的天生励志 纷纷下场维护肖战 并且对肖战成名前后的相貌变化做出解释 首先,男星肖战的脸不紧实,轮廓清晰可见 素人时期的满脸婴儿肥已经消失不见 一些网友认为肖战的脸变瘦 一定是整容手术的功劳,其实不然 肖战进入娱乐圈初期还是一个闷懂的青年 彼时的肖战跟从大学毕业 因为长相英俊,被老师推荐去参加男团 作为设计专业出身的肖战 在大学期间开始规划未来的职业 肖战和同学合作,开了一家小型的设计工作室 并且成功递接到了客人的订单 工作室在肖战的金星运营下赚到了20万元 学生时期创业成功 上肖战产生了毕业后做一名设计师的想法 肖战在大学期间因为相貌英俊被浅校适身熟知 他设中社团活动,经常亮相校园舞台一掌歌喉 在舞台上的肖战魅力四射 女同学多年后还记得第一次见到他的模样 作为大学生的肖战 穿着白衬衫,总是抢着为女同学搬运沉重的箱子 让女孩的心跳漏了一拍 虽然肖战拥有出色的容貌 但是他始终保持着良好的教养 带人温和有礼,让全校师生对他青睐有加 肖战毕业时,老师建议他参加男团 体验不一样的生活 肖战怀着激动不安的心情,成为男团成员 公司要求男团成员每周拍摄个人视频 作为成长记录 肖战出入男团时,他的相貌和学生时代一模一样 随着时间的推移,纪录片中的肖战开始变瘦 身形变得挺拔,整个人渐渐的褪去了兴奋和门洞 开始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圈内人 肖战由于出道时已经20岁出头 公司并不重视他 作为男团里年纪最大的成员 公司认为肖战没有成为明星的可能性 肖战受到冷遇 肖战没有因此沉寂 他振作精神就像大学时开工作室那样 一切亲力亲为 肖战自己去试镜跑活动 通过肖战的成长记录 人们可以看到肖战开始蜕变 他独自一人在娱乐圈场当 忍受着公司的冷眼 内心充满希望的去展示自己 一开始肖战获得一个跑龙套的角色 虽然出境时间只有几十秒 他依然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 全身新的投入表演 向老近朗性格谦逊 能吃苦耐劳的肖战 逐渐受到了一些制片人的青睐 他们向肖战递去橄榄枝 肖战开始踏足演艺圈 随着陈情令的爆火 肖战塑造的魏无限成为经典 这个沉寂多年的大男孩 终于以男神的姿态出现在全国观众面前 成为演员的肖战 有了代表作加持 整个人散发着强大的气场 和素人时期的青年叹若两人 有多少人喜欢肖战 就有多少人讨厌他的存在 在鲜花和掌声之中 那些讨厌肖战的人 总是拿他素人时期的照片 和荧幕上的肖战做对比 抨击肖战顶着一张准容后的假脸捞筋 肖战的大学同学纷纷出面 为肖战说一句公道话 他们说肖战在大学期间 就是全校的知名男神 肖战进入演艺圈后 进行了一系列形体训练 学会了身材管理 再加上天生励志 自然不需要整容